沒了堂食這幾個月 其實是真的有點辛苦 都會有點擔心 但是大家都很努力地去看看 還可以怎樣去做 沒想過會失敗 因為我們真的很不想失敗 年輕人創業很多都首選樓上舖 這一間餐廳就開到二十多樓高 加上露台差不多二千呎 而老闆都是90後 所以整間餐廳都給人感覺很有活力 我們是去年年底開的 我們開了大概半年 我們這裡主要是行美式的風格 所以我們的食物都會跟著美式的風格去做 大概會有沙律、漢堡 還有一些傳統一點的小色 這裡都是我們三位 我們還有少許安靜 基本上我們三個都因為很想做到這個平台 很想去追到這個夢 基本上將大部份的接觸都拿出來 想去享這個時間去追這個夢 我們投資了七位數的金額 香港很多時候人工都會佔好大部份 其實我們這裡不是佔太大部份 因為大家都抱著 很想追到夢去做這件事 亦都是因為他們這麼有心 大家都這麼有心 所以覺得不要再拖了 既然大家這麼有這個想去的心 不如我們就一起去捱 一起去做 一起去繼續在這個地方發光發亮 三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勇志閒頭 拿了這麼大批錢出來做生意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只是按金 都要直接給足半年錢 再加上裝修雜費 未開店已經花了很多錢 我們店鋪的名字叫Exit 為什麼我們會叫Exit呢 就是我們都想這個地方 不單只是一個吃飲品的地方 亦都可以一個提供出路的地方 幫助很多不同的IG商店 或者是一些地產品 跟他們做一些不同的合作 令到可以用一個我們這個名字 這個地方去幫助到他們 令到他們一起成長一起進夢 例如就是我們有一個蛋糕 我們借的地方給他們在這裡做 在這裡做完之後就放在這裡買 這個也是一個很小的IG商店 可能剛剛開始的 但是蛋糕得回來的 feedback 都不錯 我們的咖啡是多人喜歡咖啡豆 可以直接問他買 給了平台去做這件事 這件事也是我們想提供到 去做到一起去贏的 picture 一間店鋪三個老闆 每個人分工都不同的 一個主要負責PR、Marketing 另一個就要負責看著盤數 當然還有一個要留在店鋪 他們就說爭吵不多 大家都是想好休息 最主要是我會多點時間在這裡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自己的東西 他之前都還在讀書 所以他要上班 所以我最主要長期都會在這裡 其實我上兩份工作 變相我平時在辦公室 早上九點到之前未禁 基本上直踩到晚上 一天都是分三、四個小時 但是變相很多時候要去計算數字的時候 就要很努力地去保持清醒 所以其實有點累 除了三位老闆有同一個目標 另外駐場的咖啡師和調酒師 跟他們都自同道合 整間店鋪的概念都很正義 其實我們生意接近沒有了八成 沒有了八成左右 其實我們晚上很多事情 晚上很多事情 晚上很多事情都說得比較重要 這件事我估計我們三個都沒有想過 因為其實我們禁堂食的第一天 開始都有說一件事 到底想不想走下去 想不想放棄 因為其實也看到接下來這條路很艱鉅 這是很真心的說話 金堂食到何時真的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去做這件事 都是抱著一個夢 抱著想去衝 辛苦一些 但是我們會盡量找方法去捱得到 最多人叫的就是我們新出的 一個乳衣甘藍的蟹肉沙律 因為其實現在無論是香港人 或者是美國那邊 其實都很注重健康生活 所以我們廚師就想了 用乳衣甘藍和新鮮的蟹肉 去做這個沙律 因為我們表面鋪了一層芝士再燒 所以其實很多人真的很喜歡 這個煙燭的感覺 最招牌的話一定會是Burger 因為Burger其實我們那塊扒 我們一直都是用美國安格斯油扒 那塊扒其實大概就有2cm口 因為我們是即叫即整 所以其實這塊扒和整個Burger 出來就會很juicy 小吃就一定要試這一杯 酸酸辣辣地好開胃 Hotel Heart其實是以前 會是一個很傳統的小吃 但是其實去到近這幾年 或者近這10年 其實越來越餐廳是少用的 我們廚師因為他做了很久 很有經驗 所以他當時在想的時候 他就覺得 我們應該多些人要認識 這一樣小吃 還有這一樣小吃 其實當時在外國是比較流行的 香港就少一些 所以他就想將這一樣東西 帶來我們店舖 價錢以樓上西餐來說一點都不貴 餐廳位置私隱度高 型格又有特色 加上他們追夢的決心 真是很值得支持一下